主席总处公布的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 已经下降到1.05% 接下来还会不会继续向下探底呢 习政长陈冲今天表示 因为第三季的经济成长已经由负转正 所以他认为整年的GDP保一应该是不成问题 经济景气虽然9月从灯号蓝灯转为黄蓝灯 但主席总处9度下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 降到1.05% 引起立委质疑财经内阁旧经济救不出成效 不过行政委长陈冲背询时表示 逐季总处是预测频率高 才会有9度下修的情况 陈冲也挂保证今年经济成长率保一没问题 只是立委也要求若没有保一就该下台 第三季是由负转正了 那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现象 所以整个来讲今年的保一的话 那你第四季的预计 明年的公共建设的支出不会比今年要少 起码现在已经超过1680亿 不只要求财经内阁拿出保一的具体政策 在经济不景气和国家财政困顿之际 立委除了自砍补助津贴 也呼吁行政部会首长特别费应该减半 以及总统每年4000万的国务基要费减半 用行动供体时间 我个人说如果说减半我都没有问题 你用你减半吗 我没有问题 你没有问题 我个人没有问题 但我要考虑到其他人 陈松表示行政院长特别费一个月十万五千元 每分钱都用在同仁身上 像是补助同仁自强活动 以及过年过节奖励 没有钱放进私人口袋 但将会针对特别费的必要性做检讨 又无删减的必要 记者李晓琳之间台北报道 李晓琳之间